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众女艺人做嘉宾对男士指指点点 指着来笑 甚至会伸手去摸些参赛者 若果换转这种玩法 放在女性选美节目之上 届礼出场的时候 全场男士适狼的款去乱叫 甚至乎想伸手去摸些女士 哇 你认为广管局会收到多少宗投诉 男同女 总是有别的 一班女士去clubbing 是可以整整齐齐 四个人来 四个人走的 男士呢 整班男同事来到难贵坊 当中总有一两个是吹水吹到闷闷地 自己走开去结色異性的 这些不是没有意气 这些是现实而已 正当跟我结伴来的几个兄弟 全部都了受散之際 本来我是打算跌入心水安心上路的了 回家睡个静觉就好了 谁知这个时候 是我身后传来的一把声音 先生 先生 是啊 是叫我啊 不知道是我这种小男人的自卑心作祟 还是过去的乐事实在太多经验了 从后传来 不断叫着我的声音 我总是认为 哼哼 只有几个可能性而已 一 就留拿银包 二 就付少了钱 三 就再肉酸一点 可能是 先生 你的褲爆胎啊 很好 以上种种原因都没有出现到 换理的是 我转身见到一个个子不高 但是笑容非常甜美的女店员 她说 先生 你们的package 还有杯饮品未叫的 喝完再走不如 这个时候 再次体现出的就是 男女大不同 如果是男店员去问 可能我会直话直说 大哥啊 酒来的 当汽水啊 叫少杯豪给你啦 但看着这位女店员的笑容 我的回答 都是有话直说 更简单点 奉上一个微笑 回答她一声 好啊 不久 她就递上一杯Dry Martini 我好奇地问她 哦 为什么你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呢 她说 看到我之前也预订了一杯Dry Martini 还很快喝完 而且 由此可见 我是喜欢这种口味的 咦 整个场这么多人 这么细节都留意到 应该赞她够细心啊 还是纯粹生意难做 唯有靠观人于眉 来增加同客人的话题 即是增加生意呢 她的名字 和黎明广告上的女主角是一样的 都是叫阿妹 这个 都是靠我观察力 看到她身上的名牌所得来的 她将走递过来 放下之后 竟然没有转身就走 反而坐下了 如此的举动 老实说 令我有点离不及反应的 大哥 我不是什么男神 又不是什么神秘符号 更加没有什么来意 哪来的魅力 吸引到美女主动埋身呢 我呆足地坐在这里 最终打开话题的竟然是阿妹 她说 这些朋友全部有穿落了 我当时心想 其实你是不是对我哪位兄弟感兴趣 想从我口中去打听她行踪先 当然了 我没有问出口 她就主动说了 我下班了 你喝完没了 我们走吧 我